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到台北来找我 叫我带他们去玩的时候 如果我带他们去逛书店 他们都会觉得我疯了 就是他们觉得有那么多可以玩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带他们去书店 所以如果我做了一件比书店更过分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带他们去画廊或者美术馆 他们就会觉得你可不可以稍微做一点 让他们不会睡着的事情 去看展览是一个好的跟朋友消磨时间的方法吗 我的好朋友艺术盘做了一个 收集了将近130部长玉的小的画的展览 从3月3号开始在成品画廊 我要问艺术盘这件事情就是 去看展览是一个好的约会的方法吗 这问题好难 我觉得水族馆比较适合约会 还有游乐场 我觉得要是我在追求一个男生的话 带他去一个画廊会是一个好的idea 怎么可能 他就会说看不懂好无聊 我就会很试着办法去说服他喜欢 然后呢 他要是不喜欢的话 透过我的解说之后 我就知道这个男生我不要再追了 好 我们两个去约会 然后呢你带我去看这个戏看长运的展览 然后我走上这幅画 我说好无聊 好少颜色 指头破破 然后没有发生任何故事 也没有 他也没有在捉老鼠 然后也没有人在打他 就一只猫 也没有两只猫在接吻 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要说服我 你说你喜欢我 然后你希望我对这幅画感兴趣 所以你要跟我讲什么 你为什么要选这幅画 这是你这次展览中间的一幅画呀 我跟你讲 假如说今天 somebody 要带个女孩去约会 一点都不懂艺术的话 这是一个bad idea 真的 因为那个女孩会说闷死了 然后你也闷 他也讲不出了 讲不出什么道理 所以约会的目标 是要展现我的好的地方 然后让你觉得我很棒 对啊 总是要讲一点东西来 你带个女孩出去 是你要impress她 你要让她觉得你厉害呀 可是你要是不厉害 要不然我们就去游乐园 做云霄杯水的 要不我们就去吃贵的菜就是了嘛 OK 喝一瓶贵酒嘛 大家懂得懂 所以去画展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起码我要讲得出一些东西来 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厉害的人 是吧 所以你选了这部分 很难解释 你带我来这里 看这个展览 然后我说好无聊 然后你要打动我 好 这个 猫我可以告诉你 是藏意很爱的一个题材 那想要你看这幅猫的原因 是就是因为它是这么大一片白里头 让你觉得它可爱 它可不可爱 满可爱 是蛮可爱的嘛 是 所以最低限度你会说 你好可爱哦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一句 然后你会发现 哇 这个画家他其实用墨 好像还蛮强的 OK 你看他耳朵就用这两个墨 对 就点了两下 可是没有头哦 他并没有头哦 对 可是他因为用粉红色的线条 就来define 来 界定出来了 界定出头跟身体的距离 对 那么就已经开始觉得这个画有点厉害了 再加上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这个破纸 现在可以看到它深浅 对 均匀的地方 其实在画册里你印不出来 是 可是因为这个破纸 你会跟它有一种亲切感 你知道我们对不perfect的东西 往往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喜欢木板超过塑胶 应该就是因为木板不完美 可是这幅画我会另外跟你解释的呢 就是藏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么喜欢用单眼来表示 你说他画动物都是一个眼睛 这就是一个单眼的女孩嘛 对不对 那他有没有魅力 有 他有 然后他 他如果双眼看起来就会比较像青蛙 对 可是他会不会性感 他有一种魅态 魅态 就是很sleeping 你看他 聊头发 对 可是他就是一个眼睛在望着你 是 这个望着你的感觉是 非常的 你会真的被他那个眼睛给吸进去 因为他就在 他就在跟你讲说 Come 我来 是 常遇 这是唯一常遇有画个baby 婴儿 然后也是个单眼 这个单眼有在请你来吗 没有 这个单眼有在跟你说 在跟你讲说 maybe我需要喝一点牛奶 maybe help me 对 OK 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豹 其实这是个豹 为什么知道这是个豹 而那是个猫呢 因为那个单眼 那个单眼比较凶 是 这个单眼一点也不需要 这个猫咪的 抱着单眼有杀气 有杀气 这是它一个版画 一样的 这个当然是抱 永远是画抱 所以我会想用这幅画来给你解释 藏鱼往往就喜欢用单眼来表达一些 所以如果我们在约会的时候 你就会对我眨一只眼睛 还是说 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事情 对 如果我跟你约会 然后你讲了这番话 它会成为一个记忆 就是我会记得有一个人 跟我解释过一只眼睛的人跟动物 同时你就会去想 为什么是一只眼睛 所以如果我听完你这番解说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还不错 我们可以去吃东西了吗 我们就离开那个花 所以它可能不是一个成功的约会 你今天只给我看了一幅画 要我谈一幅画 我们可以谈别的呀 可是 如果我刚才在讲这些女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聊到说 我觉得什么样的女生是漂亮的 约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能够把感情也带到你的身上 如果我们一直聊艺术品就没意思了 我们重要约会是了解彼此 是它能够带给我什么审美上的观念 所以我本来看着你 我觉得说你长得很好看 可是你现在带我去看一幅画 这个画显然跟真实的人类长得不一样 我们忘掉她的头发 她的鼻子 她的嘴巴 我们今天就看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可以给你带来的是一个感觉 而不是一个美 它给你带来的 maybe就是一种很脱 迷 颓废 颓废 迷蒙 迷蒙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女孩的整个的感觉 你刚刚这样放大 我根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人的眼睛 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山水花里面的一个山谷 可是你要是看这个眼睛 其实它的猫的眼睛跟这个眼睛也是一样的 跟女人的眼睛 就是猫跟女人在参与动物跟女人 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些马跟女人 都是可以有共同的 所以你判断一个画家好或者不好的时候 是她提炼出来这个美的能力吗 是 而且她的美是你看的也是美 我看的也是美 而且我们所想到的美是不一样的美 而不是Marilyn Monroe的美 就不是一张玛丽莲梦路的照片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universal美 所以我刚才看另外一张 我说她在撩头发 她在勾引你 或者是她很有性感的魅力 这个事情是 你觉得一个好的画家 是只靠这么简单的几个线条 就能够做到这件事 大部分的画家需要更多的细节 更多的细节 可是长玉的画往往就是 对不起 英文是讲 the power of suggestion 这个暗示的力量 对 所以她这么几条线 她这么几条线 她所表达的message 她所给我们的讯息 是丰富的 它是透过简单 来表达一些比较复杂的情感 我很确定 如果现在有人带她 带一个女生去约会看到这幅画 那女生起码会觉得她手臂太粗 这是say bye bye的时候肉会晃的手臂吗 好 我只有你会想到这样 第一次有机会跟你研究这件事情 长玉的这个展览叫细看长玉 是艺术盘办的一个展览 然后里面有130幅小的画 就是这些画你今天带来这些都会出现在那个展览当中 让我们看肉这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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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